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食品会添加塑化剂 瘦肉精 甜味剂 焦糖色素等食品添加物 可能在无形中对健康产生危害 尤其每天几乎都会吃到的酱油 也可能是化学合成并包含不利健康的成分 建议大家以五招区分酿造酱油与化学酱油 一 酱油推荐这样挑第一招 避开大豆酸水解物成分 纯酿造酱油主要以天然发酵制成 而化学酱油则以盐酸或酵素水解制成 如果成分标示中有大豆酸水解液 或酸水解氨基酸液等类似字样 就很可能是化学酱油 二 酱油推荐这样挑第二招 产品成分越简单越好 酿造酱油的主要成分为大豆 骨类 砂糖 食盐 不妨看看瓶身上的成分标签 越简单越好表示添加物越少 酱油也越纯 三 酱油推荐这样挑第三招 检查沉淀物 王明勇解释 纯酿酱油在天然酿造的制成下 有时会有自然沉淀现象 可以在屏底发现一些豆渣的沉淀物 虽然稍微不美观 不过一点都不会影响美味 四 酱油推荐这样挑第四招 摸一摸平身 纯酿造酱油大多不添加防腐剂 而且制作完成后需高温杀菌 因此多会以玻璃容器填装 相较之下 化学酱油则常会使用塑胶瓶 而且有塑化剂污染的疑虑 五 酱油推荐这样挑第五招 用鼻子 舌头把关 由于纯酿酱油是天然发酵而成 因此闻起来会有淡淡豆香味 入菜料理不死咸 还会回甘香醇 化学酱油则容易有刺鼻的咸味 甚至感觉酸苦死咸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 点赞及转传